接下来想要跟你们直接分享 把资料叫进来 没有资料怎么做分析 所以如何去取得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工作标签 就首页跟模型这两种 首页模型 我们先介绍经常用的 就是点选取得资料 你看取得资料 是不是可以取得很多种 对不对 可以取得Excel, CSB 甚至从网路上取得 甚至包含我可以直接连到SQL Server 那我们假如说 今天点选上面这一个 点上面这一个 它这边就会列出所有的 例如说 各位从档案 从档案,从资料库 这些都是它可以接受的资料库 有没有看到Google公司的 没有吧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像微软公司自己的 Asses, Sequel 全部都列在这边 好 那还有这个Amazon 它自己推出来的一个云端 云端资料库 Azure 还有Online的Service Online的Service 像那个 脸书 还有像Google公司的 那个Analytics 好 这边是不是全部都结合 这些东西全部都叫云端 云端 好了 那 你是不是可以期待说 哦,我们可以分析很多东西 不是只有分析Excel 所以这点大概知道一下 好,点选什么? 档案 因为第一件事是不是先把档案叫进来 把我们的资料档案叫进来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 档案Excel 然后接下来点选什么?继续 我刚刚的资料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超市范例 我们就用这个超市范例来跟各位做讲解 然后点选开启 超市范例有三个资料表 所以第一个资料表订单打勾 第二个资料表退货打勾 第三个资料表销售打勾 打勾完毕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再入编辑跟取消 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再入 他就把这三个资料表一起再入进来 所以这边是会看到三个资料表 而且资料表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怎么选 是不是点选这个左边的往右的三角形 所以我们应该点订单会比较好 对不对 订单 然后几乎都是用勾选的方式 是不是很方便 好,所以请你们第一件事情 去做取得资料 而且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在栏位这边看到三张资料表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这件事 取得资料